MING PAO TORONTO 这期节目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中国品牌的高端SUV 星途的TXL 说到星途呢可能有些朋友啊还是不太熟悉 星途呢它是奇瑞汽车旗下的一个高端汽车品牌 这个定位呢就有点像长城的魏 吉利的领克 丰田的雷克萨斯和本田的欧哥等等呢 就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子品牌 那么星途呢目前他们最新那款产品叫星途的TXL 在九月底刚刚上市 那么趁着热乎劲啊我们来今天抢先的试驾一下 这个车的名字啊比较二口TXL 那有的朋友可能说了这个名字不好记啊 但是还有更不好记的 比如说像欧哥的TLXL 那么是不是已经绕冰了TLXL 所以相比之下这个星途的TXL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记一些的 那么这个SUV呢它的定位是中型SUV 车长将近是4米8 轴距呢2800毫米 也就是2米8 跟我们常见的本田SRV啊 像日产的齐骏要稍微大上一圈 与奥迪的Q5L或者说宝马的X3 基本上是大小相当的 所以这台车呢它其实是怪观呢比较大 内部空间呢也是比较宽敞的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的价格 这款车的价格呢是从14万到17万 这么一个价格区间 我们今天试驾呢是一个顶配车型 它的价格呢已经超过了17万 不过这台车呢 它搭载了在这个价位 这个级别里面比较少见的AWD 也就是全是四驱系统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而且呢它整体你看这个造型和它配置都是比较高的 我们先从这个车的一个外观来说起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星途的TXL呢 它其实用了一个其内自身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语言 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前脸呢是一个横向的 非常有攻击力的 非常有张力的一个线条 让整个侧头啊显得非常的宽 而且在这个引擎盖下方呢 它采用了一个封闭式的处理 中间呢是它的英文标识 Exceed 而且这个英文标识啊是可以点亮的 一打到火它就会自动点亮 同时呢具有一个呼吸灯的效果 非常的漂亮啊 跟现在一些常见的新能源汽车的那种logo 还是不谋而合的 两边呢是它的一个全LED的灯光 但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呀 就是这辆车它的转向灯没有采用LED的灯光 跟它这个高端的定位啊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符合的 如果后续能够升级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这个长条状的也就是我们说的 獠牙状的雾灯啊 是非常的有辨识度的 点亮之后我觉得还是相当相当的帅啊 那车头就说这么多 对了补充一点 这个车的整个引擎盖可以看到 车技师在坐的时候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线条做的非常流畅 而且呢你从主驾驶看过来 整个机盖往下走的这个姿态啊 是非常好的 给你营造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前向的视野 那么来到侧面呢 这个车其实我觉得它在侧面花了很多小心思 第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后视镜啊 跟我们常见的一些新能源的跑车 或者说一些轿跑车是不谋合的 它整体这个后视镜的这个支柱啊 非常的有流畅性 而且呢 加了一个镀钩的视条 看上去非常的舒展 而且它这个轮毂 大家注意看一下 星图TXL它轮毂啊 有一点点像我们常见的飞机发动机那种窝扇的造型 多副条 而且呢 它采用了一个是黑银双色的这么处理 那么经常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 如果说是一种多副条的轮毂 那么你开了几年之后啊 它里边会落灰 加上高温 中间呢会有一些铁锈啊什么的 非常难以处理 但是这个车它里边是黑色的一个烤漆 那么在你附着一些比如说刹车灰的时候 跑一些这个泥灰的时候 这个掀起来还是比较有美观度的 同时呢 这个车它采用的是马牌的UC6轮胎 整体抓地力啊和操控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呢 如果说你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 你会发现它在整个后轮骨上方 也就是说我们说声的上部的腰线呢 它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外抛的处理 那么这个处理呢就让整个车侧面的线条非常的敦实 非常有张力 那么有一点跑车的感觉 而且在下部的腰线呢 它做了一个内凹的处理 大家都知道车门的板机如果是直上直下的 这样是最好冲压 而且呢 它整体的成本呢 也是非常低的 但如果说你做这种非常复杂的工艺 让它内凹低 你的冲压工艺要求比较高 对你整体的这个钢材的材质强度 以及说你后期的喷漆这种附着 都是有的比较高的要求的 另外呢 它整体这个做完之后 美观度也是非常好的 跟我们像熟悉的 像保时捷的那种马看 非常具有跑车用味的那种SUV啊 我觉得还是不谋而合的 在车门的C6这里呢 可以看到三个英文字母AWD 代表了全是四驱 这里上方有这种黑色的行李架 你后期固定一些滑雪板啊 一些行李架的时候 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你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它整体窗沿的角度 是非常流畅的 而且这个上下车窗的分割比例啊 也是做的恰到好处的 来到车尾 你会发现新途TXL 它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点了之后啊 你会发现这么一长条 非常的流畅啊 跟我们车头的那种横向的线条 正好是呼应上了 而且它下方这个反光片 也就是我们说的后部的反光片啊 它其实跟前面獠牙撞的尾灯 也是相互呼应的 可以发现啊 这个设计师有那么一点点 处理多了强迫症 点赞 后部呢 保眼杠里边 它也加了一个这种亮面的试条 而且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小心思 你看见了吗 后部排气管这里呢 它做了一个 上上凹的处理 偷偷你敲一下这个材质啊 还是真的金属 这跟很多品牌 现在采用了一些假排气 假的装饰孔啊 我觉得还是截然不同的 真的是要给星图这种真材实料 来点个赞 打开星图它这个电动的尾门 可以发现整体后备箱的这个空间啊 也还OK 正常家庭 四个人出门啊 行李够放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说了 我不满足啊 我还想放的更多 没问题 这台车啊 它还暗含机关 打开这个后备箱的置物板 下方你看见了吗 别有洞天 那么这是一个将近10厘米的一个 比较巨大的储物槽 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你有现金的话 我觉得放个100万200万 应该问题不大 而且这台车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电动的尾门 看见了吗 你开关都是比较方便的 在我们讲那些之前 先给大家来讲一下车门 那么打开之后你会发现 星图TXL 它采用的是一个 一体冲压成型的车门 中间呢没有焊接点 这个跟它豪华SUV的这个定位啊 是比较相符合的 一体冲压成型车门呢 第一它整体每个人都比较好 同时你在发生车面撞击的时候 整个车门能够给你一个更好的保护和防护 在小细节方面 可以发现 它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反光片 当你在晚上打开车门的时候呢 可以给后车一个提醒 车门下方 它采用了一个全包的处理 也就是说这里你可以看到 它也有这个防尘条 关上车门 当你在上下车的时候 这个门卡就不会被搞脏 所以上下车可以保证一个干净度和美观度 而且你可以发现 它在车门板的这个内板这里呢 采用了一个阿根塔拉 分毛皮的这种材料 所以整体上也是非常的高端和运动的 而且你可以发现啊 在扶手下方有一个长条状的车内氛围灯 那么调节下车内的气氛也是相当不错的 住进车内啊 其实你会发现这辆车的设计 跟我们常见的旗队旗下的 比如说像 追虎8 或者说新款的 追虎8PLUS 还是不太一样的 毕竟来说呢 它是定位高端SUV 这辆车最显眼的啊 就是它在内部采用了一个 12.3英寸双联屏的设计啊 非常的漂亮 而且是略显夸张的 正前方呢 是一个12.3英寸的仪表 显示信息啊 非常的全面 可以显示你当前的油耗 续航里程 胎压 你的这些自动驾驶辅助的信息 同时这种转速啊 时速表显示的都是非常的 我觉得是显眼非常的醒目的 比较好啊 而且呢 在右侧 这个12.3英寸的多媒体屏幕 这里呢 你可以发现 它的UI做的 我觉得还是相当相当漂亮的 除了说我们常见的一些 像QQ音乐 百度地图 这些应用之外呢 它内部的一个核心呢 是叫Lion 4.0 熊师自云4.0系统 那么这是奇瑞 现在最新的 你能应用到的一个 车联网系统 你可以发现啊 它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升级 比如说 如果你采用百度地图 它的导航的话 可以用到它的一个 AI诗经导航 另外呢 就是它整体这个语音的识别度 也是比较高的 同时它整体这个应用软件的 扩展性 也是非常好的 这套系统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我觉得它用起来非常的 称手而且非常好上手 在你日常用的时候呢 整体这个操作便利性和人机工程学啊 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 它在下方呢 有四个按键 你可以通过这四个按键来操作它的主页 你的多媒体以及设置和你常用到的一些这种软件 我觉得整体这个运用的思维逻辑和便捷程度 在目前这个级别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还有一点就是 这台车它其实还有第三个屏幕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空调触摸屏 熟悉其类的朋友都知道啊 他们一般都喜欢说叫三屏互动 那么这台星图呢 也自然不例外 而且它采用了比我们常见的 瑞虎系列SUV更加醒目 更加细腻的一个空调触摸显示屏 在这里面呢 只要你旋转一下按一下 就可以设置空调的温度风量 同时呢通过触摸来调节这种风向的上下 而且这台车呢 它还有座椅的加热和座椅通风 用起来非常的舒服 在空调触摸屏的下方呢 它采用了一个非常小巧的换挡拨片 那么这个比我们像熟悉的 保时捷911系列的 或者说刚刚上市的大众高尔夫8的 那个换挡杆啊 可能还要再小巧一些 那么这个与我们日常熟悉的 可能我觉得跟半块饼干差不多大小 但是用起来我觉得还是非常顺手的 往后一拉是D挡 往前推呢是N挡和R挡 然后有一个固定的P挡件 那么它中间这个面板呢 采用了一个拉丝的处理 整体这个质感还是不错的 而且后方呢 有一个触摸板 你可以通过这个触摸板来调节 或者说来放大地图 同时在触摸板的两侧 有物理的这种音量 调节旋钮和一些常用的这个实体验件 对于你忙操作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作为内饰不得不说的一个重要亮点 就是这台车它的座椅的这种材质和乘坐的舒适性 可以发现它采用的是一个针皮缝线加阿根塔罗 帆毛皮相互搭配的这么一个运动型座椅 可以发现呢 你在你的背部上方两侧 还有这个座椅下方两侧呢 它都采用了这种帆毛皮的包裹 对于你的包裹性和这种黄沙度都非常好的 而且这台车呢 它搭载了索尼的定制化的巴喇叭高保的音响 大家都知道索尼在一些中多音响市场啊 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台车呢就是搭载了来自日本工程师亲自调教了这种索尼的这种比较高端的音响 听起来这个音质的非常保证 而且它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另外这台车呢 它还有像手机的无线充电 车内自动的防旋母后置镜以及全系标配的这个全景大天窗 所以整体它这个豪华配置呀 我觉得在这个级别这个价位还是相当相当扎实的 尤其它的这个做工我觉得对得起它这个价格 来到后面其实才是这辆车乘坐舒适性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所在 那么这台车它的轴距呢2800毫米 与我们常见的中级SUV是一致的 那么这台车你可以发现前排是我调好的一个驾驶坐姿 那么后排整体你看现在这个舒适度啊是非常宽敞的 我的身高1米77可以发现整个后排呢还有将近三拳的一个腿部距离啊 非常的宽敞啊 而且头部呢也还不错 将近一拳 这个座椅啊也值得说一下 第一它采用的皮革啊不是那种非常劣质的那种人造革 整体这个皮子的这种柔软度和细腻度呢都不错 而且它采用了一个这种菱形的缝线处理 看上去啊比较的高档 另外就是它整体这个对于大腿的承托性 我觉得也还OK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这么一躺的话 哎跑长途不累 另外就是它这个后排座椅呢 支持靠背的两档调节 如果你坐着累了可以让它往前调一下稍微直一些 如果呢你像更躺一下往后一放 哎这样小气一会还是非常舒服的 在后排舒适性方面呢 它还有后排的空调出风口 以及两个USB的充电口比较好啊 那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 辉哥你说这么多 现在我看十多万的SUV 基本上都是你这样说的一个空间配置 但是这台车它还有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点 比如说你看它在前排座椅 这里呢就预留了两个挂钩 如果说你用衣架挂一些西装挂一些裙子 那么出门打包一些汤汤水水挂在这里面呢 非常的好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整车的灯光啊 都是LED的灯光 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鲁素的灯泡 这个也是非常符合它这种高端豪豪SUV的定位 我们现在呢把这辆星途的TXL开起来 来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核心的动态和操控 那么这台车呢 它搭载的是一个非常先进的1.6T的无能增加发动机 这台马力呢达到了197匹啊 风之扭矩呢 290牛米 匹配的呀是一个七速的 是是双离合变速箱 这台发动机啊 曾经荣获中国新10架发动机 它的整体的这个数据啊 无论是说在同价位同级别的中国品牌里面 还是说你即便去对标BBA 它的低功率2.0T 整体这个动力表现都是非常OK的 因为毕竟来说你像宝马的低功率2.0T也只有184马力 那么这个1.6T它就轻松的达到了197匹 所以整个动力是完全够用 而且是有点充沛的 因为这辆车啊 它还是以家用为主 没有说像我们常见的一些2.0T或者3.0T那样 把马力做到270或者300多马力 那你开起来会有一点动力过剩的感觉 这辆车不会 因为它整体还是以省油 以舒适 以平顺为主 那么我们说到它的数据非常亮眼 在实际驾驶的时候呢 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啊 是非常平顺的 因为是双离合 而且呢 整体的这个双离合 在奇瑞其他车上用的比较多 所以整体你开起来呢 不会觉得有一些 我们说一些AD变速箱 它的一些这种顿挫 也不会像一些 我们常见的一些那种大众 DSG那种说它那种抖动 所以这台车你看起来 它的舒适性是OK的 而且动力 它有三种驾驶模式 ECO Normal和SPORT 在最常用的这种Normal状态下 197米马力 随便以用啊 操车 然后变现 整体在高速上 有一个急加速的时候 整体这个车的动力 不用去担心 它比我们常见的 在这个价位 你要买到的1.5T的发动机 要强劲的多的多啊 这个请大家放心 同时呢这台车它的底盘呢 是以舒适性调校为主 前悬挂 迈伏逊 后多连杆 而且呢 工程师特意呢 给它调到相对来说 更加的软了一些 让你在走一些烂路的时候 坑坑洼洼 或者说在走一些这种 长箱集合部 这种呃 非铺装路面的时候 这台车它的舒适性 是相当棒的 因为我之前开过 奇瑞很多其他的一些SV 比如说像瑞虎7 或者说呃老款的虎8 那么那一辆台车 它的这个呃 整体的底盘啊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运动性的 看起来你走一些 不是特别平整的路面 会有一点弹跳 那么日常你带了老男孩子 可能会有一点硬 那么这台车完全不需要担心 因为它整体的这个底盘 我觉得仿佛就抹了一层黄油啊 看起来真的非常舒服 而且呃 你不管是坐在前排还是后排 这个我觉得绿震效果非常的棒 跟我们常见的说 我觉得有点像奔驰的那种感觉啊 可能这因为呃 是一个麦格纳团队调校的一个结果吧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台车 它整体的这个NVH的这种控制水平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刚才可能大家看到了 这台车它前面用的这个双层的夹胶玻璃 所以整体这个呃 无论是说你在底盘听到的这种路噪 还是说呃 整个车传过来的风噪 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感觉啊 完全不会说像一个十五六万十六七万的 所以可能比我们常见的 像本田的CRV啊 大众图观的整体的这个隔音 要好上了不少 跟呃 奥迪QY 或者宝马他擦衫 我觉得应该是通知视频的 有的网友可能会问了 说呃 会跟你说这么多 这台车它的马力那么大 那么它的加速到底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带测试仪呃 呃 有媒体呢 之前也测过这台车的加速 呃 我看应该都在九点七到十秒之间 那么一百九十七马力带动这么一个 两千八百毫米的中弦SV 我觉得这个性能水平啊 还是相当OK的 而且时间比较短 我们也没有呃 长途的这个环境去测它的这个综合油耗 呃 从表显的油耗来看呢 它的综合油耗应该会在九升左右 我觉得也还OK吧 而且这台车呢 其实呃 还有一个小细节点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就是你在打转向灯的时候 就像现在这样 听到了吗 非常清脆啊 非常悦耳的一个转向的一个声音 这跟我们听到的百分之九九的转向声音啊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声音 我们今天上午呢 也跟工程师沟通了呀 他们说啊 选这个声音 其实是做了很多人模拟和挑选测试的 最终选了这么一个声音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悦耳和动听啊 这个你也不得不配合 就是星途 我觉得它真的这个车的身上烦了 奇瑞和这个星途的工程师 很多那种理工男的那种非常执着 非常较真儿的这种精神啊 从这些小细节上 你就可以来感受到 这台车它的转向呢 其实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一般吧 六七之分 你谈不上说 它的转向像宝马 像我们说常说的 这种宝洁的转向 有多么的精准 只哪打哪 但是你应对日常的家用环境 这种道路 山区道路是OK的 而且它的整体 我刚才也说了 它的绿震OK 日常家用 不需要一个太贼 太积极的一个转向 可能如果说太过于灵敏 你没有那么好的驾驶技术 和心理预期的话 可能反而会吓到一些前代消费者 我觉得这个也是OK的 那最后呢 我们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试驾 也给大家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辆星途的TXL 其实说实话 在此之前 我对星途的车 没有过太多的一个身座体验 但是它的竞品 比如说同价位的 这种位的 无论是VV6 还是VV7 极力的领克 还有说合资品牌的CRV奇骏 我都有过非常深入的这种了解和体验 那么这台车给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它的舒适度是足够的 就是你整体开起来 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歌音很好 绿震很舒服 那么如果说你想要求上下班 平时出远门 要求一个很舒服的车 这辆车能够满足你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整体车内的做工 也还是非常OK的 在细节上能够满足你对豪华和高端的一个需求 另外就是它整体动力技术 发动机是非常先进的 奇瑞这十几年 在动力总成长的投入和研发 毋庸置疑 是整个自主品牌里面最大最多的 那么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这台车 它的四驱是这个价位 你能买到的回数不多的 四驱的高端的自主品牌的SUV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它是全时的AWD 如果说硬要鸡蛋里挑骨头 说一些小小的毛病和不足的 就是我觉得它的这种R2 2.5 或者是厂商宣称的2.5级这种驾驶 我觉得它还有一些可以提升的一些空间 就是比如说它具备了这种车道 居中保持功能OK 很好 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转弯 但是它在进行车道保持的时候 它可能在某一个环境下 它这个翻盘盘会不时的来回抖动 进行一个我觉得是自我调整 但是这个自我调整的这种频率 有点太高了 有点太过于明显 而且这个车它你看 它在一些内饰的不起眼的这种小的塑料件上 我觉得还是可以提升的 比如说你像手刀箱下方的塑料板 还有我们门板上这个 虽然说是软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改变一下 它的材质的纹理可能会更好一些 哪怕说你在手刀箱下方的硬的塑料板上 再做一个小小的涂层 那么对于整个内饰的这种质感的提升 会起到不小的一个帮助 那么OK 本期的骑车梦想秀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